那天啊我媽接到一個電話 對方是一個女生 她說她匯款匯錯 從銀行那裡得到電話 想請我媽轉匯回去 這個是好像很多人都遇到過 但還是覺得怪怪的 因為她匯款了30萬 我媽很緊張 要趕快把錢匯回去給對方 我一直覺得哪裡有問題 但是就說不上來 我媽說完了布置之後 帳戶裡面真的有30萬 她跟櫃台說要轉到另外一個戶頭時 我趕快叫我媽停車 對方來電話時 我跟對方確認了幾個項目 對方非常的兇 要我們快點吐錢 不然要去法院告我們親戰 我媽簡直快要嚇死了 還好大夫我不是吃素的 我真的很謹慎 我帶我媽先去警察局備案 你一定要聽下去哦 結局真的讓你分泛 到了警察局報案之後 聯絡了銀行 首先啊 大夫先問了銀行 為什麼會把我們的個資 提供給對方 銀行告訴我 他們沒有這麼做 所以到底是怎樣拿到我媽的電話呢 這才是我覺得疑惑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跟警察局這邊確認了之後 也回報給對方 他們卻掛了我們的電話 剛剛那個那麼兇的要告我們 現在突然掛電話 其中啊 肯定一定是問題大了 結果啊 我們報案了這件事後 大概10天 10天之後 就接到了地下錢莊的 催款電話 原來啊 是我媽媽的個資啊 被拿去借款了 如果啊 我沒帶她去警局 這30萬啊 就是我媽欠的 不是嗎 OK 所以啊 任何跟錢有關的任何東西啊 一定要小心謹慎處理 詐騙集團啊 真的是越來越厲害了 真的是佩服這些集團成員 如果可能啊 真的一定要讓警方來處理 才不會賠了夫人又責兵案 最後 大夫溫馨提醒 當事情發生時候 不是你轉會回去給對方 請主動啊 跟自己的銀行聯絡 讓銀行來處理 不要打對方提供給你的電話哦 另外 記得 一定要報警備案 如果有相關問題 歡迎來跟大夫聊聊 我是李蔡大夫 來為你的債務診断法脈